十载春秋 恍若当初 当我以初题观的身份再次参加汉语桥 据我上一次站在这个舞台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小时候 我跟随父母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我爱上了这里的生活 也习惯了这里的风土人情 但家庭的原因让我不得不回到巴西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看到电视上汉语桥的精彩比赛 我来自心底的渴望 让我立刻报名参赛 而最终得到了总冠军 我学习中文的小秘诀 就是通过广泛观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积极与中国人交流互动 这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常识 也能潜移默化地提升听力和口语的能力 我的职业生涯也因此翻开新的篇章 我这些年一直在跟我的姐妹们做一件事 教中文 通过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往后授课 赞 十五号十号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十年之后 我们同一座汉语桥 同一个梦想 我很期待我的下一个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